好 哇 我们来看看小毛 昨天做的这个哆啦A梦的 动画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我们让小毛来讲解一下 第一张呢 我是画了这个 然后 第二张呢 我复制了一下 然后把这个呢 变大了一点 哦 复制啊 这个还可以复制 是不是 对 然后现在 第三张呢 把它变成花 花变大了一点 然后开了一点 然后再开一点 然后又开了一点 然后又开了一点 然后完全开花 然后 中间呢 变大了一点 然后哆啦A梦出现了 然后 又变大了一点 然后 多拉A梦又往上了一点 多拉A梦又往上了一点 这个又变大了一点 然后 又往上了一点 这个又 大了一点 然后呢 多拉A梦拿到了 然后呢 这个往高了一点 因为 它正在拔 然后 拔下来的时候又 短了 然后是这样 多拉A梦下去了 那你每一幅那个花都是 都重新画了一遍吗 花 我复制过 哦 都是复制过的 不是 都是复制过 这些有的 有的是 那个又画了一遍 有的是复制过 然后呢 现在 就画了个画面 多拉A梦从这边走过来 然后又站在那 然后呢 它跪下的时候 那把它打开了一点 又打开一点 然后又打开了一点 然后 然后 这样子停了一会儿 给你们看 这是麻婆洞 哇 停了一会儿 不停它就 晃过去了 对啊 然后 所以我 停了一会儿 让你们又知道 停了几针啊 停了几针 停了 我看看 一二三 四 我说这么感觉 好像有节奏 嗯 节奏感 它就通过有的针 它可以在这停止 对 就在这停 一会儿 然后又停了一会儿 然后又停了一会儿 然后呢 我知道怎么把它给弄成竖着的 这样的 就就是从歪着变成 正 哦 调整这个素材的角度 是吧 你这样子就不需要又画一遍了 然后呢 他拿着叉子 就是下半身 叉子挫进去了 拿出来 挫出来了一个豆腐 嗯 往上一点 是 又往上一点 然后现在是上半身 在嘴边 张开嘴放进去了 然后呢 然后又 然后这个是 脚 先是 这边身是这么大 然后又变小了一点 然后又变大 然后换成这边 哦 每一个都有三枕 这就是在脚 嗯 嗯 然后 现在呢 叶 哦 头往上了一点 又往上了一点 然后这里又 还有这个 这个 这什么呢 猴咯 好猴咯 然后呢 又往下了一点 然后 哎 就是还那个 舒服的 你看你看这个 这个眼睛 然后嘴巴又这样 好吃 好吃 哎 又要成这样了 好 然后放一点 好 哇 那我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麻婆豆腐会从花里长出来呢 这是哆啦A梦的道具 什么叫哆啦A梦道具啊 就是哆啦A梦从它的百宝袋里头拿出来了一个针 然后把麻婆豆腐药放进去 然后 然后那个用针来打那个 那个 树 然后那个就开始长花了 然后 然后长出来了一个果实 然后一打开就是麻婆豆腐 太棒了 小小设计师 好 然后我打算配上音乐 好嘞 配上音乐